是不是因为陈菊的身份太敏感呢 不过我们来看看 这个高雄市长陈菊确定会接任 这个民进党的代理当主席 也是几经波折的 那原本总是以市政为优先 为由来做推托 不过呢 陈菊访美前 最后一次来跟中常会的时候 跟蔡英文交谈会面的时候 态度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 访美期间 蔡英文也是一再打预央电话来劝劲 最后终于是让菊姐陈菊点头了 不过现在外界解读 党内部分派系的做法 是不是要逼有意参选党主席的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提前表态呢 基于市政的优先 从头到尾我的立场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不适合 说好了市政优先 高雄市长陈菊还是挡不掉 党内部分派系推举 仍还在美国参访 却被拱上代理主席宝座 看看陈菊出国前 2月15号出席中常会 拼命躲镜头 绝可不提党魁这件事 但党内私下运作 不得不临危受命 市长出国前 包括他人在美国 都有很多的党内同志 不断的劝敬他 不断的希望他能够 共体时间 过年前蔡英文就出手 私下动之以轻 劝敬陈菊 接下代理党主席 直到出国访美前 陈菊没说要 也没说不要 始终没给个明确的答案 但态度已经开始软化 蔡英文不断打越洋电话 要举解再三考虑 终于在22号终止会 召开的前两天 拿到陈菊的代理声明稿 不过从摇头到点头 传出党内峰回路转 亲近小英的系统 私下做了一份民调 5月党主席改选 陈菊是唯一民调数字 可以赢过苏贞昌的人选 若由陈菊代理党魁 也能顺势在5月底 叫住党主席 让友谊参选的苏贞昌 提前表态 大家就是认为 他这个在过渡的这个阶段 代理是很适合的人选 那他也经过多次的推迟 至于说他会不会 下去参选5月份的党主席 我想我觉得这个 还有在观察 一旦宣布参选的苏焕智 风头上避重就轻 但其实陈菊和苏贞昌交情好 2010年五都选举 陈菊竞选连任 当时只有苏贞昌独排众议 力挺陈菊参选 让菊姐就甘心 会不会真的在5月底 加入党主席之争 还是未定之天 但党主席前哨战 各派系各有盘算 三天新闻 陈利国苏医生台北报道